MiaMiaMiaSan Oh hi唷 Ryu現在又在廚房裡啊 不過今天在廚房不是要煮東西 而是 登登 現在Ryu是在煮開水啦 其實呢 我前幾天在整理東西的時候發現 將~~ 亞發白咖啡 這其實是我去年去新加坡玩的時候 聽說很推薦的伴手禮 所以我那時候買了蠻多的 買回來之後我幾乎都送給了 實況的訂閱觀眾啊 那沒想到欸我還有一包欸 蠻好奇它的味道的 那另外呢 現在台灣有在賣了 是我去逛白貨超市的時候發現的 同一個牌子的 所以不知道說它的 罐裝口味跟沖泡口味味道一樣嗎 嗯~~ 等一下就可以泡來喝喝看啊 那這邊幫大家補充一個小知識 黑咖啡跟白咖啡有什麼不一樣呢 黑咖啡的話它是由高溫烘焙而成 白咖啡它據說是沒有什麼額外的添加物 那由低溫烘焙而成 它的咖啡含量比較低 聽說比較健康啦 就讓我來喝喝看吧 先讓大家看泡碗的顏色 是一般咖啡的顏色 所以白咖啡並不是紫白色的咖啡喔 今天看到進口上有沒有在飄散的霧氣 這個熱氣的朦朧美嗎 珍果焦糖口味因為它很燙 我現在試喝這個原味的 會不會我等一下一喝 然後喝不出跟一般的咖啡有什麼差異 我覺得可能性有點大喔 原味 微甜微甜 我真的喝不出差異 糟糕 但是是好喝的咖啡啦 它的成分也是水啊 糖啊 牛奶蛋白食品安定器 只用咖啡粉 脫脂奶粉等等 但據說就是白咖啡的製作過程 因為咖啡含量比較低比較健康 我感覺接下來的留言就是 小六你今天喝咖啡會不會睡不著啊 不會不會 沒事的沒事的 如果我睡不著 它咖啡含量就會騙我 那這個是 真果焦糖 太燙了 還是燙 我覺得 我等它再涼一點好了 它燙到我現在有點沒辦法比較 再一點 但之前喝過的一些黑咖啡的味道 好像是真的比較會有一點那種 酸酸的苦苦的味道 但這種白咖啡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加了糖喔 所以 其實真的比較沒有那種酸酸苦苦的味道 沖泡類型有一點障礙就是 不用滾水去泡 就覺得好像泡的不夠開 但用滾水泡之後 我又覺得好燙 之前有一款泡麵好像是 泡開之後 不用太多熱水 泡完之後再加冰塊把它沖成冷面 我真的還蠻想試試看的 可是我每次去我都忘記要買這個便 我哪先記得 再買來挑戰看看好了 阿 雖然我好像喝不出什麼真果香 但是焦糖味道是有啦 就蠻香的咖啡 就是剛剛 這個口味 變得再 甜一點 喔 再甜一點的版本 味道是蠻香的 同一家的嘛 之前我喝過最甜的罐裝咖啡 好像是波朗的啊 還是因為這是三盒子 它那個味道比較接近一般 就是小朋友喝了也不會覺得不好喝 這種味道 有些小朋友好像覺得 阿咖啡苦苦 討厭 這樣 但我算是一個小時候就能喝咖啡的小孩 好像沒有什麼 能阻止我的味道 我覺得 這個比較好喝 哈哈哈哈哈哈 太強了是不是因為甜味啊 都蠻香的其實 雖然我平常是一個 不常喝咖啡的人 但這個咖啡我覺得可以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其他推薦的咖啡 也歡迎可以留言告訴Ryo啦 到底白咖啡 是是不是 真的有比較健康的 醫生是這樣講的啦 如果 你是去年 有抽到我的獎品 有抽到這個咖啡的訂閱者 正在看這個影片的 也歡迎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喝起來的味道 是如何好嗎 我也蠻好奇其他人 喝了這個牌子的咖啡 感覺如何 畢竟這是一個 觀光客啦 去新加坡玩 會推薦的商品 總是有 他厲害的地方 好嗎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白咖啡 適合開箱啦 那大家喜歡這次影片 別忘了可以給Ryo一個喜歡 以及訂閱頻道 我們下次的影片見囉 下次再喝什麼呢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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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